退化 現在的人越來越注重健康 那些保健產品越食越多 逛碎老、變年輕、護身護肝 總之淋淋腫腫甚麼都有 如果真的很有效 我又不怕能多吃幾粒 保健產品也好 中藥、西藥也好 最重要就是有效 阿雪,你有想過 哪裡可以買到最有效的藥? 我真的可以買到這些藥 今天我們就和大家講一個關於河仙菇賣藥的故事 八仙裏面的河仙菇相信大家都聽說過 有關河仙菇的傳說有很多 其中一個是講她家的 就是開藥材店的 雖然不是很大 不過什麼藥材都有 再加上注重伊德 上去那一大就非常出名 生意都不錯 有一天 這條村來了一個三面口的村外人 他是一位導師 導師來到河仙菇家開的藥材店 店主即是河仙菇的爸爸 河泰就招呼這位導師 導師就說 我想要一些很特別的藥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 河泰很自豪地說 是我們這裡不要看店頭細細 不過要的藥材應有盡有 你儘管說 好 既然是這樣 那我就要配一貼加和散 另外就要一劑醇氣湯 還有我要一盒消毒丸 還有還有就是這個長生不勞丹 河泰聽到之後 真是不知道怎麼應對 眼前這位導師所說的藥 她聽都沒聽過 就在這個時候 河泰的女兒回來 她聽到導師要的藥就說 你要的藥我們有 河泰嚇了一條心想 沒有了沒有了 這次藥材譜的名譽不保了 河泰的女兒就說 父慈子孝就是家和散 婆媳和睦就是消毒丸 而笑肉冒犯就是不老丹 道士聽到之後 笑了一笑 然後就說 姑娘你真是懂得買藥了 然後就伏一聲聲空而去 消失得無影無蹤 河泰的女兒在這個時候就知道 剛才來那個一定是先人 特地來都道化自己 事事之後她就繼續努力修煉 後來還得道成仙 後世人稱她為河鮮菇 這個河鮮菇買藥的故事 究竟是不是真的呢 這位道士 又是不是好像 河鮮菇寶卷所說 是呂純陽祖師呢 那就無重啓考了 不過有件事是千真萬確的 最好的藥 並不是甚麼名貴藥材 也不是由太空科技研發出來 其實很多病都是心病 以我們現在的說話來說 很多時是因為情緒問題而引起 多少父母會因為子女忍疫的行為 而覺得很激心、很傷心 多少獨居老人 是因為得不到子女的照顧 而屈屈而終 所以扶持子校是最好的家和省 兄弟和氣是最有效的順氣湯 而婆式能夠和諧共處 就是最強效的消毒丸 至於如果你想要一顆不老單的話 或者你將自己的生活節奏放慢些 當你想買東西的時候想清楚 究竟是想買還是真正有這樣的需要呢 不要用金錢、物質、權力 去衡量自己的生活過得好不好 你會發現煩惱慢慢減少 面上的皺紋少了 心情輕鬆 病痛都會少些 這個才是真正不老的寧丹妙夜 你剛才看過的是道教電視頻道 道通天地 如果你都喜歡我們的節目 應同我們宣揚道教思想的理念 希望你可以支持我們的營運開支 大家可以將善款以支票的形式 基督離逢迎仙館 支票背面著名是支持道通天地營運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一同共雲大盜 道祖保佑